先請第一位是吳建華先生是獅子山學會的學位主任 是,謝謝主席 對於政府推動徵稅減費我們獅子山學會的立場是 政府是不可能不激發民怨的情況下進行 因為香港人會很簡單地去問 為什麼旅遊業的人舔盡了好處 但還要將由旅客產生的垃圾的社會成本 轉嫁給香港的市民 最慘的是連捱足一生一世的公公婆婆都要揹上這條垃圾數 在2017年有5,800多萬旅客來講 過夜的就有2,700多萬 他們是不是不會吃淨食 不會買膠瓶水 不會調垃圾 他們的垃圾去了哪裡? 去了你們環保署的垃圾桶那裡嗎? 你們那個黃局長不是經常都說要用者自負嗎? 那為什麼在你們那份垃圾報告那裡要將整條垃圾數 入圈給香港的普通市民和公公婆婆 法國所以爆發黃背心大規模暴亂 就是因為環保塔利班的步步進逼 令到市民頂不順 政府經常借環保的名義去加稅 結果法國政府的支持度就大幅下降 黃背心騷亂更加開始蔓延至全球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知道 今屆的特區政府對於民望是視如浮雲的 但是各位議員 今年和下年是選舉年 你們是不是真的見到好像在街邊做清潔收垃圾的公公婆婆 都要被冤枉幫人找一條這樣的垃圾數 都可以坐視不理 所有支持垃圾稅的人 你們是不是都要這樣欺壓香港的公公婆婆 謝謝 謝謝